又真的到今天 我還不相信他們是男女朋友 我到今天我還不相信 那你覺得他們是什麼關係 可以交到房間來痛扁一頓 這個問題非常好 你有看過這樣交男女朋友的嗎 我講出來因為我一直在跟 就回想說 我為什麼沒有辦法發現 坐在我旁邊的人被家暴 因為我跟高委員同台有時候 這個來賓的安排 有時候就兩個人 對啊 常常是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人 他有來一定旁邊是你啦 我應該這樣說 後來就來一個葉元智來插花 我不知道為什麼 開玩笑啦 元智兄也是來大家一起討論 因為就是我一直沒有發現 而且我必須說 就是一個是家暴之後嘛 11月11號是他哀打之後 一個是哀打之前 哀打之前因為他跟小馬分手 這個大家都知道 我也看不出來他有男朋友 他就每天都這樣 他都是這個樣子啊 他都 我講這一帥話 他到友台去 他都是裝瘋賣傻 他講的話都是言不由衷 我經常罵他啊 你叫他 因為他必須幫民進黨辯護嘛 你現在伸喉嚨也經常罵他 你剛看的帶著他在那邊 那個四大公投嘛 因為他是民進黨的立委 我待會跟又任接點時間 講講我們內湖南港立委的故事 講故事 講那個徐國勇跟高家瑜的這個 他們因為之前是徐國勇 現在是高家瑜嘛 我的意思是說 我還不相信他們 因為跟我們所認知 男女朋友交往是不一樣 靠工以高家瑜中間 交往一個月就下跪 到底誰下跪啊 是你下跪啊我下跪 你跟他交往 然後我們都不知道 就是說我不是說高家瑜這樣 就是說今天你一個 像林秉書這樣子攀儂附奉的人 如果我今天真的跟高家瑜 是男女朋友 我應該每天開直播啊 每天寫臉書啊 我們去吃什麼東西 我們去幹嘛去逛街什麼的 這是可以展現的嘛 就跟他展現他跟 人脈嘛 張淑芬 對 跟那個什麼飯雲吃飯 你覺得這個 他是你女朋友 你為什麼不告訴大家 對啊 這個邏輯 你怕什麼 你應該是很開心說 我追到高家瑜了 你們都追不到我追到他的 他是我的女朋友 然後我可以堂而皇之的 我追到女神耶 征服女神 女神也不至於啦 胖虎 胖虎是可以啦 就是我的意思說 因為佑正對他的工作 譬如說什麼 我去弄網軍啊 弄粉專啊 接Case啊 喬事情 幫助多大啊 當然 結果你不敢曝光 高家瑜也不敢曝光 我們就林秉書 不要說他那個虐待的 打人的部分 相貌堂堂啊 不管是173或180 他也不是說怎麼樣 他就 他政大博士班 然後跟民進黨立委在一起 也不是好像見不得人的樣子 對 我們也祝福嘛 也不是其貌不揚 應該這樣說 對 我們也祝福嘛 就是你結婚我包600嘛 就這樣不然 那人都這樣躲躲藏藏 都不能告訴大家 然後一直到時候就 他就哄哄哩這樣 所以 剛剛你給我們看的那個 高家瑜說要去告那個 那就是高家瑜他處理上 他就是不夠細膩 因為這新聞就是假的嘛 好 那剛剛楊敏也講說 我們也從 就又是你說 開散佈記者會是從來沒看過 就像你剛剛開場講的 以陳水扁當時的狀況 我也沒看到說 可以透過律師發聲明 開玩笑 然後什麼很激動 然後律師去勸他 然後誰 那個編得有點離譜了 我就不去跟三立計較了 因為 那照你說什麼還是假新聞啊 三立做假新聞是新聞嘛 三立做假新聞公開講 我就怕什麼 他們在幫柯文哲的時候 透過李鴻源的那個約會 蔡玉珍就公然做假新聞 我這樣點名有什麼關係 我根本就不怕 然後去扯馬英九 扯金小刀 後來是李鴻源出來講說 沒有這回事啊 這樣子不用關台啊 講錯一個字法一百萬 這種張CC我就不講 講錯一個字 不是王宥正講的 也不是謝龍介講的 是農友講的 那也不要這樣 人家一個人 我們的農民朋友 說一個200萬斤 我們現場直播呢 隨便啊 隨便啊 這樣還不行 結果人家 蔡玉珍跟著三立做假新聞 都沒事 我就不曉得這NCC標準是什麼 所以又是我的經驗告訴我 這個律師喔 這個大約請揚明講過 因為我很抱歉 這律師我聽都沒聽過 那我不曉得 我真的不曉得林秉書在想什麼 理論上來講你要找 因為你這個案子在新北地檢嘛 將來就是新北地院嘛 我給大家的建議說 你要找律師的時候 你要從這個系統去找 採在地的啦 比較熟的 在地退下來的 學長學姐退下來的 到時候開庭的時候 學妹 現在開庭開到後來 人在人情在 掌握一下這個案件流程的 這個狀況 就是見面三分琴嘛 以前你實習的時候 我是你的導師 那我現在退下來當律師了 你當審判長了 你說你算沒賣一點面子給我 搞不好改天你退下來當律師 跑來我事務所 那開什麼玩笑 你怎麼找一個我 我還去Google這這是誰 但是我Google之後 我還是不曉得他是誰 你說在大台北地區職業 我交不出名字的 那也有點怪 你應該有名氣 你應該都認得啦 亮出招牌說這個是誰 那大家也可以問一下 這是誰 問了還問不出來 我就太厲害了 我就覺得這個林秉樹找這個律師 我也不知道幹嘛 但是如果說有沒有律師 有沒有可能說藉由這個 我要跟觀眾朋友講 就是說有些律師他是不收錢的 我們之前有好幾個案子 但我不收錢 他想紅啊 打知名度 好像之前那個XX 在台北捷運的那個XX 我就不要講他名字 他槍斃的 很多啊 義勇律師團 義務辯務 然後就是馬上就 類似這樣的案子 在我們社會協議 太陽花那時候也是啊 誰 很多幫這些 對對對 通通不收錢啊 都衝出去那些 穿著個袍子 在那邊當門神有沒有 贊成一派 所以這個律師他是什麼動機 我不曉得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如同剛剛佑珍跟陽明講的 這個律師做的事情都是錯的 很離譜啊 什麼發表聲明 哪有這種事情 因為在綠件的時候你只能 雖然我們 我跟大家講這個都是被 民間司改會他們改的 以前是要錄音錄影的 對啊 他們一直爭取說不行 我們有防禦權 不能這樣這樣 改好那不能錄音 所以有些不孝的律師 他就專門串供 我會提款卡密也幾號 你再轉一家錢 很多律師很糟糕 但是我不要說 讓大家說 有些律師是很認真 那有些律師就是頒忙 湮滅證據 然後去通風報信啊 這是幹嘛的 那個很多 那今天這個事情 弄到這個地步 就是有人想把這事情弄到開花 包括那個 又是那個離公司的監視器 都可以丟出來 因為離公司的老闆 他兒子要選市議員 所以我不曉得 大恩文三啊 你到底是幫你兒子害你 我也看不懂 沒關係 打好媒體關係嘛 這個是很有可能 因為他給的是三例嘛 怎麼不給我 我也請你兒子來上節目 他兒子190 很高大 那我請連勝文坐你旁邊 我請那個李柏義坐你旁邊 李柏義可以吧 李柏義也190 沒有就是說 這個看起來就是 有人不想這個事情 善罷甘休 因為新聞還在吵 但是這個我覺得 我覺得不是很可奇 因為其實這炒作 所以高家裡說 我要再教他告他毀謗 你要告到什麼 他是假的 什麼四百萬勞力士根本 在我認為是天方夜談 這個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可惡 就在你身邊 是真可惡